再如何撰写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 其他的地方 那你想说我如果 不会用两 怎么讲 外面再包个外回圈的话 其实有人怎么写 就是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行复制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贴到底下去 所以如果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跑X4J 然后把这个什么 1改成什么 改成2不就好了 那这个1改成2 也就是里面的1改成2 然后把它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跑一次对不对 那2跑到哪边呢 2跑到后面 那2跑后面如果让它要Enter的话 其实你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怎么样 在中间加一个print print就是怎么样 帮我换行的意思 有没有 我这样写 有没有 1乘1等于1 这个1的部分 2的话呢 2乘1等于2 2的出来了 那3的话呢 想说是 再把这边 Ctrl C Ctrl V 然后再把它改3 再改4 再改5 再改6 一直改9 一直改9 程式 你只能跑出来 也可以跑出来 没有问题啊 如果没有人知道你怎么写的话 对不对 一般如果说客户 客户也不会说你程式码给我看一下 你写的好不好看 谁会管你啊 写跑出来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看过工程师写程式 傻眼了 哇 怎么这么 他等于就是写程式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贴 一直贴 那程式跑出来 跑出来 没有错了 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 有没有问题 也没问题吧 OK 只是说当然并不是一个好方案 OK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说有些数字会不断改变 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在外面再加一个回圈就好了 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一行的事情 结果你弄了几十行 当然就不是好的方案 不过有的时候说真的啊 差一个小细节 真的就很 可能要很花脑力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写 接下来我把这个后面delete掉 如果我今天要写的就是后面 就是前面那个贝乘数 由1变2变3一直到9的话 那理论上它就1到9的一个变数 所以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在第一行enter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第二行复制 到第一行 然后把i 把trade改成i就可以了 好 但问题来了 就是说呢 for回圈不允许两个都在第一个阶层 所以我必须把下面两行选取起来按个tip 把它换到它的下一个阶层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回圈里面再跑 ok也就是说先跑谁 先跑i嘛 ok 那跑i之后的话呢 到里面再跑j 那j全部跑完之后呢 又会再回到i ok那也就是说 如果当i等于1的时候 如果那j呢 它可以跑出1到9一次 那跑完追1到9之后 它又return回来 就回来了 回到这边 那i的值就变2 2的话呢 那j呢 又会是1到9 又跑一次 ok 应该知道那个大概的跑的顺序吧 所以大概的方式是这样 那如果我已经知道的话 那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我可以把这个i怎么样 放到原来的1的位置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 那改的方法比较简单 干脆我拿这个来改 因为其实你要把前面串一个i i加 那当然一样要加一个swing 把它转型 然后放到前面 这个i的值 当它是1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就1到9 跑一遍 当它是2的时候呢 那又1到9 所以后面的话呢 这边一样 把这个1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1加上上面的这个回圈 并且把下面这两行 换到下一阶 2的话呢 把里面原来是1的 全部改成i 好 好 基本上 程式 大致上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OK了 来个旺一下 不过执行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对 换行的问题 哦 对 你会发现 1乘1到 这边到9 1的部分 2的部分在这里 3的部分在后面 4的部分一直到9啦 OK 那问题来了 那我们应该需要 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样 当它跑完1到9 里面的那个1到9 如果J的位1到9之后的话 帮我换行 那所以换行的位置应该放哪里呢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把换行放到J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J的里面 你如果打一个printer 那把它执行 当然如果你不太清楚 应该放行 你可以try一下 没关系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把它放到这边的话 它变成说每输出一个换行 每输出一个换行 所以变成说1到81啦 结果通通都会换行 但我不是要这样 我希望跑9次换行的话 那应该放哪里呢 把这个printer 移到上一阶就好 有没有 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J全部跑完一次 换行 有没有 然后再回到J 再回到I I就换下一个 就变第一列 好 跑完换行 第二列 第三列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了逻辑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啦 OK 有没有 其实你说成是多多少东西 没多多少东西啊 有没有 我第一个 如果你刚刚第一列写得出来 这个应该写得出来 顶多就是增加这个 有没有 然后把前面的E改一下 这个改一下 再加一个printer 还有这边记得要把它缩排过去 嗯 大功告成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啦 如果你有些东西啊 写两个回圈 你不太OK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分次写嘛 你先写一个嘛 然后再把那一个写完的 在外面再包一个 那不就OK了 甚至如果还有三个回圈的呢 有没有 也有啦 甚至还有四个回圈的 不过通常哦 比较少人写那么多个回圈 因为最后的话 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嘛 对 不然的话就是说 你那个回圈是写在另外一个方圈 我呼叫你的时候 我用回圈的方式再呼叫 那个方圈 那个方圈里面是有两个回圈三回 就一直呼叫就对啦 这样写会比较精简一些些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九指头码表 先试着撰写出我们要的这个九指头码表 但是这样的写法 有没有再更简单一点的写法 当然有 OK 你可以用formate 其实如果用formate 那些一大堆的转型 就可以精简很多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formate来写 因为formate写完之后 会相对清爽很多 因为它主要是把那个 那个格式跟变数 把它分别抽离出来 然后给格式归格式 那个变数资料归资料 这样的话写出来可能相对的 程式会比较清爽一些些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写出一列 变成写出九列 OK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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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